哈喽,大家好,我是亚鲁,欢迎大家来看我摸鱼 今天呢,最近都不想实况游戏了 所以我们今天,好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况这个Likko 可能有人会说从没有见过在B站刷题的 好的,现在你们见到了 然后我这里是开了一个新的号 因为比较方便记录这个刷题的过程 因为更新最多每天就跟一个嘛 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每天只做一道题的,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开始做吧 因为其实这个有点像是第一次就类似测试之类的吧 主要是看那个发出来之后在手机端会不会看得比较清楚 反正就是欢迎跟我一起刷题 然后这个第一题ToSum是说给你一个整形的数字 然后你要找到两个加起来是特定盒的数字 然后返回他们的那个序号 假设它只会有一组结 并且那个同一个数字不能用两次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例子 就是给了你一个2,7,11,15 然后目标是9 然后就可以看到2加7等于9嘛 所以就是返回了0跟1 打开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写一个那个 我们要干嘛来着 按做算法题的步骤一般是 首先我们先写出一个可行解 那可行解的话一般就是那种没举法暴力破解 我们这里没举法的话就写一个循环吧 那么我们这里首先知道里面有多少个数字呢 那么就是size等于 length 然后获取那个里面有多少 然后这里面外面写一个 用两个对比嘛 就是4i跟range 嗯 这里是size-1 因为我们要对比这个的后面一个 所以就这样size-1 然后里面 迁到一个循环这种range 然后外面是i加1 就从这个的下一个开始 一直到size 然后如果他们 然后我们要判断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如果是等于 等于那个target的话 我们就返回return 这个i跟j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运行一下看一下 好像没有问题吧 就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用的解 但是就不是特别的快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可行解之后 我们就要想办法优化它 在这里其实是有两种方法的 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先把这一个数组排序一下 然后再进行查找会快丢丢吧 然后还有另一种的话 就其实是用一个字典 我这里是想要用一个字典来存取一下这个数字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 好的 我这里是想用一个字典 这里就存一下 就大概是每个数字它到距离那个target它做差 就是它会差了多少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把那个 每个数字它距离那个target的那个差存进去 把那个序号存进去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循环在这里 如果当前我们正在检查的这个数字 它是在这个字典里面有存 并且那个存的那个序号 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序号不是它自己 那么我们就可以返回应 我们当前的这个i还有这个 我们存的之前的那个数字 那么是i 好的测试一下 可以这样 比较一下 对的就用字典就非常快啊 好的那么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 就反正第一次 就大家可以给点意见 是比较想按照那个从简单到难的顺序 还是就我们就一提一提这样子刷下去 然后这个解题过程吧 不知道大家是比较想看那种最优解的 嘛 的